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5日 星期五 俗語也有說 謠言 指於智者 這個在一部電影《壁號》裏面 也有說的 飾演雷國天的曾江 面對記者的提問 據說吳承波和你好友的雷魯總 雷魯總即時反駁 謠言指於智者 雷國天只是跟智者說話 然後就走過去了 誰都知道 雷國天就是 雷樂 吳承波就不知道是誰了 即是肥波 先知 每逢有事 都不在香港 我們 從遠古時期的香港警察 這些傑出人物 就可以知道 警方面對謠言 是會怎樣處理的 好了 現在 我們再看看 香港的警方 又名香港黑警 這個黑警 可以說是 近代史上 尤其是戰後的歷史上 是一個 最劫出的黑警 因為他黑的程度 你沒有辦法想像 在一個 二十一世紀 這個香港 在一個高度文明的國際金融中心 竟然有一群黑到這樣的黑警 這群黑警就出了一個警聲 一個特寒 總結這個反謠言工狀 呼籲公眾要多些思考 不要輕順傳言 沒錯 所以 我們為了議政事庭 我們首先讀一讀 那個說法 逐點來跟大家 Fat check 2019年的革命以來 網上有很多真假難片的訊息 例如警方強調他們沒有人犯強姦 結果大量的強姦就出來了 甚至乎 在警察總部也可以強姦這個受害人 在旺角警署 又強姦報案人 大家想到 他們被人抓了回去警署 我只強姦 輪姦也會啦 是不是呀 你夠膽告訴我 香港警察沒有強姦過 在警局強姦過 有沒有 一句說話 就KO你 然後 警方就說 很多針對警察的謠言 他們是被 一連串鋪天蓋地的失實資訊抹黑 在傳媒的輿論 網絡虛擬世界受到罪擊 認為有關人士的目的就要通過動搖警隊來打擊香港 為什麼要動搖 這個警隊來打擊香港 為什麼要打擊香港呢 好了 警聲 在3號推出特刊 認清事實 謠言芳話 真不了 總結多一個年多以來的反搖工作 呼籲市民要多些思考做fait check 我們就幫你fait check 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也要訂閱 現在只有1萬多人 距離10萬 還有很遠 還有百萬多人 我們的主頻道是348000多人 略為有一點增長 但是也不夠的 希望 距離100萬的目標還是差6萬多人 大家幫幫忙 如果有能力的話就有一點月費賺助 如果沒有能力的話就不要緊 幫我們點擊多些廣告 香港政府 其實之前警察也在我們那裏賣了大量的廣告 即使我們罵他也好 有大量的廣告在我們那裏出現 包括特區政府 很多人說謊 明日大雨也經常在我們那裏賣廣告 大家看到 不怕跟我們談 多多 他們政府大把錢 這份特刊 是由警察公共關係科 謠言製造科 罪言寫著 自反修例事件以來 警隊在街頭及輿論和網絡世界都面對衝擊 以及追擊 有人發佈假消息惡意中傷警員 以強姦殺人等 耸人聽聞的虛構事件 邏輯罪責 真是邏輯罪責 蟹人聽聞 刻意製造警員不可信賴的形象 這些 信不信賴呢 不是你說的 是市民 做出來的 是不是 影響警隊執法 警方稱 當局主動迅速刑擊 以壓止方話 謠言 在社會擴散及發酵 並通過增加透明度 加強市民對警務工作的了解 透過此刊 透視對連串抹黑陰謀的應對策略 協助公眾認清事實 首先我想跟大家說兩個例子 一 就是當年這個 陳冠希的 尹趙風波 其實 很多時候 很多傳言傳出來 空月來風未必無恩 結果那件事是真的 他們最初出來闢謠說假的移發節目 到了後來 出來痛哭 阿嬌一樣出來痛哭 就是告訴大家 有時候 那些事情 沒有發生過很難導賞 很難想出來的 還有 很多時候 大家明白嗎 例如 張學友 沒有人會傳出他是一個 同志 是不是 因為他不是 沒有得傳的 但是其他 另外一部分的天皇就有人傳過了 黎明也沒有人傳過 他是同志的 是不是 但是劉德華就有很多人傳了 當然啦 我們也不敢說他是 是不是 大家都是姓張 為甚麼人們傳張敬軒 不傳這個張學友是同志呢 是不是 因為 你沒有得傳的嘛 這個沒有基礎 沒有發生過嘛 起碼是有些蛛絲馬跡 另外 就是要跟大家說說 警察 一直以來 大家有報紙 電視 多少警察犯法 偷拍裙底 偷同事的信用卡 偷iPhone 然後 偷證物 規空公款 當年 轟動英的一時就是有個警察 歸空了警察 50萬 去買同德披市 當年的同德 跑正宗奴程沙田千六 這個我也不記得了 太久了 因為我還沒有賭馬的時候 很小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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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80年還是81年 那麼 偉德麗拆騎 當時偉德麗是冠軍級騎士 配一隻馬王 跑正宗奴程沙田千六 是不是贏得夠硬 也跑位置 竟然 同德跑第四 披市 就這樣 沒有了 據說那個警察最後吞槍自殺 大家想一下 這些情況 警察不是騙你的 沒有人 沒有人生安白做的 有發生過的事情就有發生過 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就很難道贊的 是不是 是不是 警方舉例831太子站死人事件 以及新屋領警員輪間性侵示威者事件 形容是天馬行空極度荒誕 造謠者旨在煽惑手段 令市民對警察 產生仇恨 甚至鼓吹暴力分化社會 引發暴動 使社會永無靈日 居心叨測 其實 大家想一下 在母親節 普天堂的日子 大家覺得是不是一定要尊重母親 我們看到警察 當日不單止不尊重母親 也不尊重新童基 新鴻基也有老母親 新鴻基 鄺潮興 他也是老母親 你那天 警察走到新鴻基 旺角新世紀商場 射催淚彈 那天是不是在虧獨母親節 鄺潮興出來說兩句 你也是新鴻基的老母親 沒有人出聲 沒有親節 小朋友吃催淚彈 你們的所作所為 慶祝難輸 我隨便說出來 記者 所有市民拍著你們 當街當巷打人 打市民 走過的基本上好像皇軍那樣 不向你鞠躬90度鞠躬 泰軍好 就立即被你打 帶肚婆 你也敢推跌 有些甚麼做不出 強姦 我覺得你們 報得太少了 是不是有些被你們殺了 其實太子站你想平易很簡單 把港鐵所有 閉路電視 一字不剪 一刀不剪 拿出來播放 還說不見了 港鐵的閉路電視會不會不見了 為什麼不見了 因為有問題 因為那些畫面看到出來你們的犯罪證據 你們不敢 公開這些犯罪證據 因為沒有人敢公開犯罪證據 是不是 這些 現在 真是天之地之 憑良心智 舉頭三尺有神明 而警察 不單止 殺人放火 打架劫舍 還販毒 冰毒 自己又賣白粉 又賣冰 沒有人騙你的 不是冤禮你的 你出來說吧 那些人是傳媒冤枉你的 其實是沒有的 那些人是冰堂來的 不是冰來的 你不如這麼說吧 自己收起來了25公斤一袋 五代收起一袋 那些人是冤禮你的 周圍那些小朋友 12歲的在旺角逛街 然後你就衝過去 撲掉別人 看一看這對小女孩 小得不得了 是不是 從來欺善怕惡 面對市民手無寸鐵 你們就 惡狂到仆街 然後 無端端端在人群之中扔催淚彈 然後就誣陷人家 全臉部都是你們這些死警察 你們 你們 一輩子都是黑警 我告訴你 你們這個黑警的名字 永遠撕不掉 直至香港政府倒台 直至全面被清算為止 一定要洗牌 一定是被人全面洗牌為止 在全面洗牌之前 你們 一輩子都是黑警 你們 誰入行 即使退休了也好 你以後永遠被人釘在歷史的處 你們一輩子都是黑警 任何一個都是黑警 包括你們 公共關係科 即是公開造謠科 出來睜開眼 說謊 老實說 人 要憑良心 當你們沒有了 被狗吃了之後 你們說甚麼都沒有人相信 這些東西沒有人騙 不是你說兩句就可以 去搞得好 是不是 好像 雍正 每個都說他是師父 殺了空曦而奪位 然後改為召 即使 很多人出來說不是 但是傳得出來 多不少也有些是啦 很難說全世界都是屈你的 當然啦 有可能真的是屈的 所以雍正就要寫 大二國迷錄 抹黑他的真正出來寫 寫一個大二國迷錄 好了 問題就是 你也想學別人 但是你不一樣 現在網絡年代 所有東西都有記錄 Facebook 如何刪除 都是看到這些影片 看到你們如何對付市民 如何對付手無寸提的市民 如何欺善 你們之所以贏 是因為香港政府帶了把錢 是因為你們手上有重型武器 而市民 是沒有任何準備 沒有任何訓練 如果被市民訓練幾年 給市民準備 一定可以打到你們的壞蛋 是不是 所以 你們就算想怎樣澄清 也是沒有用的 永遠的 要過多多少年 因為 64 說現在在大陸完全被人消音 香港所有影像全世界都有的 你們沒有可能 沒了全世界的人的影像 是不是 好了 這節先說到這裡 我再跟你們說一句 每一人黑警 你一生一世都會黑警